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世界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带一路最新消息 习近平的标志性项目论坛在北京开始 担忧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蔓延 拜登将前往以色列和约旦 前任总检察长要求检察总长调查塔斯玛尼亚州长 是否违反了法律施加压力 拜登将于周三访问以色列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拜登先生前往中东 请大家收看 一带一路最新消息 习近平的标志性项目论坛在北京开始 彭博社 中国正在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试图重振基础设施投资倡议 新冠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 已经减缓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动 但习近平主席希望 这次论坛能为全球新的建设项目提供新的动力 由于加沙危机的阴影 这次活动可能会被掩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冲突问题 论坛将包括首席执行官会议和欢迎晚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维多多等世界领导人将出席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中 吸引了一万亿美元的投资 但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在近年来减缓了势头 担忧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蔓延 拜登将前往以色列和约旦 多伦多星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前往以色列和约旦 与以色列和阿拉伯领导人会晤 以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 可能升级为更大区域冲突的担忧 拜登旨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即美国支持以色列 并以承诺提供军事支持 包括向该地区派遣航母和援助 此次访问发生在加沙地带 人道主义形势恶化之际 以色列也在为可能的地面攻击做准备 拜登还将与约旦领导人会晤 讨论持续的危机 前任总检察长要求检察总长 调查塔斯马尼亚州长 是否违反了法律施加压力 澳洲ABC 前塔斯马尼亚州司法部长 埃利斯·阿切尔对总理杰里米 洛克利夫提起了投诉 指控他违反了该州的刑法 投诉称洛克利夫试图影响阿切尔 辞去议会职务的决定 刑法法典第70条规定 通过欺诈、威胁或恐吓 来影响议员是犯罪行为 以联系公诉机关 就是否调查此投诉发表评论 洛克利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并表示他只是寻求阿切尔意图的澄清 拜登将于周三访问以色列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路透社 据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周三访问以色列 与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湖举行会谈 并表达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 此次访问 正值以色列准备对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 发动地面进攻之际 拜登先生前往中东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本周访问以色列存在风险 但这是一次发送正确信号的重要访问 据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称 作者认为 在全球冲突中 世界领导人必须明确自己的忠诚所在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 及其在德黑兰的支持者至关重要 拜登此次访问旨在实现多个目标 包括支持以色列 确保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或是 保护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并防止冲突升级并卷入其他国家 作者赞扬拜登迄今为止 发送了正确的信号 对犹太受害者表示哀悼 并拒绝任何形式的仇恨 此次访问还旨在向 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伊朗和真主党、埃及、地区大国 甚至中国等多个受众传递微妙不同的信息 作者建议 如果拜登善用此次访问 他可以证明 华盛顿是当今最接近全球秩序监护人的存在 并有可能通过国际稳定 来迫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 哥伦比亚与FARC参与组织 签署为期三个月的停火协议 多伦多星报 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MC叛军组织 已签署了为期三个月的停火协议 并开始和谈 这些谈判是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 Gustavo Petro 与各武装组织进行谈判 平息农村地区局势的策略的一部分 以应对10月份的地区选举 FARCMC目前是该国第三大武装组织 拥有约3500名成员 该组织由左翼游击战士领导 他们拒绝加入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 在2016年达成的和平协议 停火协议包括停止对平民的攻击的承诺 以及建立一个可能包括联合国人员的监督组 亚洲股市在中东外交努力推动下上涨 市场总结 雅虎 亚洲股市在10月20日上涨 因为人们希望外交努力能够阻止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升级为更大的冲突 日本和韩国的股市上涨 而香港股市期货预示着涨势 在澳大利亚 利托公司的股价在矿商报告第三季度同产量超出预期后一个月内上涨最多 与此同时 美国股市期货基本持平 此前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在10月19日上涨 根据BMO资本市场美国利率策略主管伊恩·林登的说法 股价的变动并不反映投资者对以色列冲突前景的改善 而是缺乏重大升级的迹象 美国总统乔拜登计划访问以色列以阻止战争蔓延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还与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进行了通话 克里姆林宫表示各方一致认为需要停火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一名学生因涉嫌发布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帖子而被逮捕 多伦多新报 据报道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一名学生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仇恨言论而被逮捕 该学生被禁止进入多伦多大学的所有校园 并将在稍后的日期出庭 这一事件是由密西沙加分校安全部门向警方报告的 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在2024年总统提名上 分裂成两派竞争 多伦多新报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宣布他将参加2月8日举行的内华达州共和党党团会议 这个决定使他直接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竞争 特朗普也参加了这次党团会议 另外三位主要竞争对手 包括前副总统麦克 彭斯将参加该州举行的初选 内华达州共和党制定了根据党团会议结果 分配代表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 并禁止候选人同时参加党团会议和初选 德桑蒂斯决定参加党团会议被视为争取代表 并加强他争取共和党提名的努力 安大略省公布法案以恢复和确立率地带 加拿大环球邮报 安大略省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 恢复去年在环境敏感地区允许建设的绿地保护 该草案还正式确立了绿地的边界 并加强了旨在保护政府免受土地所有者诉讼的条款 此举是在警方调查去年从受保护区域中移除的15个物业 引发争议之后采取的 政府计划从环绕大多伦多地区的绿地中 划出3000公顷的土地 这被安大略省省长倒戈福特认为是一个错误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的报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来看一带一路的最新消息 中国正在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试图重振这一基础设施投资倡议 虽然新冠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很大 但习近平主席希望这次论坛能为全球新的建设项目提供新的动力 不过 由于加沙危机的阴影 这次论坛可能会被掩盖 我觉得 这次论坛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非常重要 希望能够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接下来是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消息 担忧冲突蔓延 美国总统拜登将前往以色列和约旦与相关领导人会晤 以应对可能的更大区域冲突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 能够向世界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即美国支持以色列 并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 我认为 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 对于维护全球的稳定和和平至关重要 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达成持久的和平 另外 我还要提到澳大利亚的一起政治事件 前塔斯马尼亚州司法部长对总理提起投诉 指控他违反了该州的刑法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指控 如果属实的话 将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信誉 希望相关机关能够彻查此事 还供众一个清晰的交代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的情况 由于外交努力的推动 亚洲股市在10月20日上涨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人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升级 我认为 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 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